好吧 這個說還在鬧許曉星的事 我鬧這麼久幹嘛 說她的大姑洗錢 說她的先生知道了 那許曉星公佈剪接錄音檔 說不是 我們不知道 那另外這個 說她用剪接錄音檔 是要為她大姑脫罪 那激進黨說要查她家人的通訊記錄 我覺得是搞到 就鬥陣了家人去 那又說說她大姑 大姑大概有偷吃 所以徐曉星私下撥完整版 說希望保護家暴的受害者 她覺得她大姑被家暴了 那說這個是大姑有人授權的部分 基於保護當事人才這樣做 並不是要為她大姑脫罪 要保護當事人 那後來說 她大姑幫詐騙集團洗錢 說劉家都知道了 徐曉星說 如果我老公算我就離婚講過 我們看一下 特別把媒體找到會議室私下聽音檔 就需要自清周刊爆料 徐曉星四月中公布大姑 劉相傑被威脅的音檔 為何有剪輯 因為周刊報導 原音檔有一分多鐘 但徐曉星公布的只有32秒 不需要什麼對不起 我需要給我一個 心情 我聽得下去的話 音檔內容是杜秉承威脅劉相傑 不過周刊指出杜秉承當時是不滿劉相傑外遇 才會暴怒 我不太會去有可能去管到姐夫跟大姑之間的感情關係 沒有人那麼八卦吧 有人會那麼八卦嗎 我跟他們真的沒有好到 會是八卦他們之間的那個啦 佛任公布剪輯過的音檔是為求自保 徐曉星也強調給他音檔的 也不是婆婆或是林玉倫太太 那周刊指控婆婆跟先生早知大姑 社詐一世 我個人如果有涉入相關的刑事案件 我會立刻辭職 那講的很多內容也都不是事實 我甚至你要提告都不知道要跟誰提告 至於我的先生跟婆婆的事情 要去請問他們以及他們的律師 我不方便代為回應 夫妻倆雙雙澄清 徐曉星跟罕見拿著手機照稿念 至於前一天被指疑似有公務員攻擊 徐曉星最後查出 是在彰化社後三公所的圖書館一世 圖書館不應該變成網軍的發源地 圖書館不應該變成是網軍 都衝到圖書館裡面 然後去發文 然後去批評政治人物 這個也顯然不對吧 後續有調閱相關的監視器 還有查閱相關的資料 那發現這個是確實是民眾所為 三公所大動作說明 極力撇清 好吧 另外呢 有這個攻擊徐曉間網路的IP 說來自彰化縣政府 縣政府趕快去吵 不是 是給了社頭相公所 社頭相公 趕快去查 這不是我們的員工 是在什麼圖書館的公共電腦 有人跑到圖書館 徐曉星說圖書館不該變成網軍的發言地 網軍怎麼用圖書館 等等 另外這個王毅川去說他裝窮 說早餐店還有一個地下室 徐曉星哽咽說你是養尊處優 在講我 來到底 偉翰了解詳情嗎 這個事情連續劇演不完 就這個其實已經有一點非官公義了 就公共事務 但變成是有點私怨 因為現在看起來民進黨就是每天罵徐曉星 包含或是我這樣講比較偏綠的媒體 罵徐曉星看起來是 也許是有收視率 所以就繼續罵 罵不停 罵不完 跟公眾無關的 其實我真的覺得用這個討論 有點浪費公眾資源 但很簡單兩件事 第一個就是說 曉星他基本上 他的人生哲學就是不服就幹 所以什麼事情 他都親自回 親自講 他等一下就去檢視他所講的每一句話 比如說他講說 我們早餐店也收購一天2萬塊的營業額 不算成本 大家就算說一天2萬 那一個月至少20天25天 那一個月就算是50萬 他說後面是只有大年初一一天 就是這些東西根本就不重要 因為他今天如果買的東西 買的那些精品完全是合法的 你根本不用扯到說 因為我們家其實以前有賺2萬 大家就這樣就算 然後說一瓶 然後就有節目三個主持人躺在那邊 我說一瓶就這麼大 怎麼可能在那邊生活 就是變成是人格上面的互相毀滅 但是我是覺得 剛剛講到那個IP位置那個事情 有一點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外 因為一般大家都可以很精確的找出 IP位置有四個嘛 可能就是有三位數或兩位數 四個串起來就可以知道 他在什麼地方 比如說這台電腦 我現在在那邊上網 就會有一個IP位置 你在哪裡發的 誰發的 這樣一路串從國發會到書發部 然後到彰化憲政府 到社頭鄉的圖書館 那到底是誰 那現在以後難道我們每一個圖書館 都要繼續登錄使用電腦的實踐 然後再對應CCTV的監視器嗎 任何如果是公職人員 或者是在上班期間 你可以下班以後 有你的政治表態 但不宜在上班時間使用公務電腦 去做任何政治表態 人家現在看起來 到底是誰寫的 確實還不是很確定 來 各位 我覺得如果牽扯到公共議題 比如說誰去用IP位置公務電腦 或者他不是質詢過 鄭麗君他家族的所得來源嗎 這個還可以 可是如果是個人的私事 我是建議巧欣就適可而止 你就不要回答 就不要回答 不要理他們 因為那些網紅 因為你回答他們還有流量 他就繼續搞你 所以真的沒有必要 真的沒有必要 老師 我覺得巧欣的演變到現在 Rolex搞到這個 就已經到了尾端了 但是因為你又回答了 衍生出來新的體材 這是很傻的 現在連那個告我 我已經出了三次庭的那個 都在美國臉書上寫 說像這種物欲這麼強的女生 雖然我沒有證據 但是將來或是現在 會有貪賭的可能性非常高 你怎麼可以這樣講 對不對 連這個都可以講 就好像他無賴 我跟高教儀坐鄉林 那高教儀在罵民進黨 我一定有份 莫名其妙 以為他在綠營內有流量 我知道 你就不能上當 小心就是個性影響命運 他這一點不能了然 醒悟過來的話 這一路不淡 不過他好像不太在乎 他也不很受苦 而且我們如果給他建議 我們是雞婆 你知道 他不會接受 其實我覺得這整個案件 你會發現許小新一直被highlight 被討論 但其實實際上真正的問題點是什麼 是因為有詐騙集團相關的案件 去牽扯到許小新 但現在沒有人在討論 詐騙集團的這本身 案子的始末 跟現在目前調查狀況為何 現在變成是開始去揪 許小新的家人怎麼樣 許小新小時候怎麼樣 許小新他的家 這已經模糊了焦點了 所以我覺得在公共事務上面 大家可以討論 但是千萬不要 我還是說了 公眾人物面對任何的議題 我們回復應改 但是不要殃及家人 我覺得這是最基本的底線 我覺得現在就是 造謠一張嘴 那必要跑斷腿 我想說在座大家都有 遇過類似的狀況 當然我還是也是很 認同大家所說的 不管怎麼樣彼此互相 政治上面立場不同 也不要去波及家人 這個沒有意義 大家也沒有逼死 那麼大的仇恨 那是老兄 我覺得政治不需要搞到 這麼的沒有人性 最近這些綠營的網訊 側翼 對許小新的攻擊都已經 我認為都已經是到 沒有人性的地步了 不過我覺得適合阿斯 這個社會 不需要這些題材 雖然現在罵許小新 攻擊許小新 你們也有有料 可是代表 這位是在城市 我們已經過了 新冠中心 自己在城市 有時候 是在城市 把軟段 柔衛 民 在城市 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